今天这条影片与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西南伦敦松科地段的一个新盘 叫 Sterling Place 近期来说为何受香港人欢迎 发展商亦为什么会在短期内正准备加价 今天这条影片与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西南伦敦楼盘 Sterling Place 位置在New Molden这个位置 这个项目大概在半个月前 我们曾经上载过上YouTube Channel 地盘位置就在Test Road Extra对面这个位置 如果以地段来说 它大概在Kingston和温布顿中间 我们所谓小韩国之称的New Molden这个位置 大概地盘位置就在 现在按Mouse在这个位置 我们发现大概在半个月前 曾经我们把这个楼盘上载上YouTube Channel 及后发现相当多一些在英国的香港人 或者是本地的香港人 查询楼盘的一些相关资料和价单 我们总结了这几十个的一些查询 最后发现大部分的准买家们 都是打算是入手纯置用的 曾经大概在上个星期 而这个项目也都在发展商 当地的Marketing Suite 他们的展销厅那边 就做过一些Event的 就像现在我们的画面所见 当日来说 我们听到当地发展商同事所说 是迫爆了他们的展销厅 很多朋友都打算入手这个楼盘 是纯置用的 因为在伦敦西南边 如果大家有看过当地的一些楼盘 其实在这边来说 因为楼盘位置夹杂在温布顿 以及在Richmond中间 如果个别有些朋友 打算入手一些两房单位 而它的售价折扎后 相当于我们这个YouTube Channel 讲得最多的Manchester市中心 一些City Center高层的两房单位 价钱基本上是接近差不多 但你在买的是伦敦 西南伦敦这个地段 松科地段 所以就变成我们接到大量的查询 都是问这个楼盘 到底现在还有什么单位选 另外有些朋友可能问 哪些单位相对比较受欢迎 今天这条片我们就简单 讲一讲现时 这个楼盘还有什么 比较漂亮的单位 还有发展商 未来会几时加价 今天这个楼盘 Sterling Place 我相信应该也是我们 YouTube Channel 过去这大半年 讲过的伦敦楼盘来说 应该是数一数二最受欢迎的 如果大家想找一些 西南伦敦位置的新盘 我建议大家不妨提回 我们较早前所出的这条影片 有关楼盘的一些交通配套附近 公园环境 甚至是如何出伦敦松温 这条片我们就不提了 如果大家有需要 可以点击文字图下面这条链 特别提回这个项目 Sterling Place 基本上在楼盘位置 有三个火车站 到伦敦松温的Waterloo 其实讲的车程 大概是22分钟的 也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发现很多 一些长者们查询 因为他小朋友 已经过去伦敦那边生活 也曾经我们是帮 这班朋友们 预约他们的家人 到当地的展销厅 去看示范单位 基本上乐得示范单位的朋友 我们发现他们是相当满意 这个楼盘的地段 发展商的设计 和屋内的配套 如果今天大家看这条片 也想找我们帮忙预约 在文字兰下面 我们也会有一个联络我们 如果大家看这条片 对这个楼盘感兴趣 甚至是需要我们同事帮忙预约 也可以WhatsApp我们 近着New Modern这个位置 我们所谓小韩国之称 在伦敦这边 我们发现很多一些 在当地的买家 入手这个楼盘 都是在这个位置 比较多一些亚洲美食 尤其是我们一些BNO朋友 去到当地 要慢慢适应这边生活 也想买一些治安好 甚至乎一些中产家庭 想买一些效望好的地方 首选都是西南伦敦这边 我们也了解过 很多准买家们 也希望在他们大概退休前后 可能想住的地方 都是找一些路由游的地方 而因为西南伦敦 比较多陆景 很受这帮买家们欢迎的 不过有一样要特别的提 因为这个project 近期来说 这么受欢迎 发展商都急不及待要加价 较早前我们在YouTube Channel 曾经上载过的video 里面所说的楼盘价钱 未来的价钱将会不生效 因为发展商将会减少折扣 而发展商也在短期内 将这个楼盘提加 也就是告诉你 不单只List Price会加价 说着折扣也会减少 所以旧早前 曾经入手了Stirling Place的买家 我就恭喜你了 不单在折扣上 已经取得最大优惠了 那你所买的楼价也是第一手价单来的 我们何来叫做第一手价钱 因为如果看看project来说 整栋大楼 我们所谓第一栋这栋大楼 bookside apartment 亦是整个project 第一栋开卖大楼 及后会有234567 7栋大楼组成屋远形式apartment 这个Stirling Place 我们过去发现有几个单位 是特别受香港人欢迎的 个别有些单位已经是sold out 我们今天和大家简单评论一下 究竟哪些单位特别受欢迎 还有什么美丽单位证 还有如果我作为准买家 有什么需要注意 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这边我们今天直接忽略一下 讲楼盘的一些里里外外配套 跟大家直接看楼盘 如果今天大家看完这条片 不太明白这个Stirling Place 记得点击我们youtube channel 这条video 下面文字栏 看看楼盘 我们较早前的详细介绍 这个project来说 向北位置 就是上面这边 看看google earth 大概地盘位置 其实就围到 现在我们正在动 mouse正在动这个位置 刚才所说的 bookside apartment 位置大概在这里 而现在我们画面所见的建筑物 当地来说已经清拆了 只不过google earth 是还未更新的 这个bookside apartment 楼高大概由ground floor 开始 最高是12楼 而橙色这些屋形 全是两房单位 黄色这些就是一房 粉红色就是三房 三房单位 够早前在楼盘 刚刚开卖初期 已经show out 意思是说 市场就只剩下两房 和一房单位 根据我们过去这一个月 那个销售情况 两房单位是特别受欢迎的 因为这边来说 大部份都是一些自用的朋友 亦都是一个family 我们发现大部份 两房单位的买家会比较多 一起看看site plan 北边位置就是这边 这边就是北边 看看google earth 北边位置就是大概这里 向着球场这个位置 而我刚才所说的bookside apartment 大概现在mouse正在动这个位置 我们发现如果最近这个月 向我们查询的港人们 不论在英国或者香港 绝大部份准业主 都是查询两个角位 分别就是向东北位置的这只角 和西北位置的这只角 这两个大单边的两房 是特别多人查询的 如果看回柳书来说 特别多人查询的位置就是 右上角的这只角 和左上角的这只角 分别就是向东北位置的这只 和西北位置这只 这边我们特别做一个update 如果甚至乎国下 曾经去的那些楼盘战销 还没做到decision 那我们今天这条片 简单做个summary 向东北位置的这只角 由1楼的2号塞开始 2楼的11号塞 一路去到9楼 那我们就发现现时来说 价单呢 所有东北位置的两房单位 已经全线是show out 卖光了 而向西北位置的这只角 由level1开始 去到9楼的81号塞 现时来说 市场还available的单位 就剩下1楼、2楼和3楼 即9号、18号和27号 其余楼层也show out 那也都呢 我们在最近这个星期 收到不少查证 是曾经去过一些 展销会的准买家 那去完酒店展销会 回来就问我们有什么意见 那有些就找我们帮忙 就reserve 了一些单位 其实较早前 我们拍片都讲过 这个楼盘不同类型单位 那也都有一些准买家 希望我们就讲完 最后两间 未讲过的单位 那今天这条片 我们都会讲 一间一房和两房单位 就是在较早前 我们短片里面 是从来未讲过的 那希望大家看这条片之后 就更加认识 这个sterning place 这个楼盘 那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那如果看回 那如果看发展商 所up to date的价单 那一房单位来说 我看看两楼的15号室这一间 那15号室这只开积呢 我们是从来未讲过的 那和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那15号室呢 这间一房单位 就是我们画面所见的 右手边这一间 那如果看回楼层来说 就灰色位置这一间 那朝向就东边 那也是向着内缘的 那一起看一看这一间一房单位 那一进门口呢 你见到呢 有一条相当长的走廊 那这只走廊来说呢 那我们发现如果香港本地的买家呢 就未必太喜欢的 那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一进门口呢 那大部分位置 已经跌到这个小面积那里了 那入深小小这边呢 就Store room 和经过了Utinity 这个短走廊之后呢 那大概呢 在入门口呢 左手边这个位置呢 就是睡房了 那你见发展商呢 都相当细心的了 它也都显示了呢 就那个衣柜 和那个写字台 梳妆台这个位置 那而在睡房对面这边呢 就是Bathroom来的 那入深一点呢 Open Kitchen 客饭厅呢 全部就开了这个职 就最下面这个位置的 L型的厨房呢 4人的餐桌呢 那你见呢 就那个客饭厅相当之深啊 经过了梳化位这边之后呢 就是Balcony来的 你如果看回那个Living room 和Dining room的那个位置呢 尺寸来说呢 就介乎大概是5米2 乘3米8 大概 相当之一个阔落的一个客饭厅 那这个二楼的15号室 一房单位 实用面积就是670尺 折实后就卖着 38万9060英镑的 一乘首期呢 就大概不用40万港元 已经可以入手了 那而这个单位 大概向东边这个位置 这个隧房这个窗 和露台这个窗呢 就向正东的 那正东位置来说呢 就大概向着下面 屋苑来源的方向的 那可能有些朋友呢 就会比较concern 会不会两楼这里就太低呢 因为这里就一楼 Ground floor就是地下那层 那如果你看完这个二楼之后呢 你觉得想再高一点 那看回现在最update的价单呢 除了二楼之外呢 就还有六楼 八楼和九楼的 那如果国县是想找一些 低门槛入场呢 买西纳伦敦的一房单位呢 看你这条片之后呢 也都会找我们查询 相关的一些价钱的 而来近这只两房单位房型呢 我们就从来没说过的 那如果看回价单来说呢 我们发现了一间 八楼的六十四号室呢 那大家不妨都可以留意一下 就围到整个开积呢 大概中间这个位置 那而这个位置呢 我们发现了最近很多买家 在找着这只开积 那跟大家看看这个六十四号室 大概的开积是怎样的 那八楼的六十四号室呢 这个开积呢 就是现在我们画面所见的 右手边这一间 那看回呢 楼层来说呢 就是中间灰色这一间 那看回估计的地盘位置呢 就大概呢 现在正在移动这个位置 那向北呢 就是上面这边的 那先跟大家看看开积 一会儿再跟大家看看景观 那那八楼六十四号室呢 顶层最高的这只开积呢 就有九楼的 那这只开积呢 我们发现最近看的朋友呢 就比较特别喜欢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呢 如果相比起其他楼层 两房单位开积呢 它的走廊相对是最短的 一入门口呢 有一个haul 已经区分了两间睡房 客厅呢 utinity呢 和storeroom的了 全部区分好了的了 那而 而特别一提 主人房呢 和bedroom 2这边呢 你见到它呢 都摆了一张写字台在这边的 那其实呢 也都说了给你听呢 其实就是足够呢 是可以放到衣柜 床头柜 和写字台的 两间房的size平均呢 都差不多的 而bedroom 1这间呢 就是套房来的 那而另外呢 就一进门口呢 转右这边呢 就客饭厅open kitchen 就开在呢 我们现在画面所见的 右手边这一边的 那这个厅呢 就虽然呢 就没有刚才一房呢 那个阔度那么深的 那但是你见到呢 那个长度都相当长啊 大概来说呢 就广度呢 三米四呢 接近 去到呢 接近七米的长度 那所以你见到呢 L型的open kitchen呢 摆了四人的长风型餐桌之后呢 L型梳化 再加另外一边梳化呢 茶几电视之后呢 其实那个位置都相当充足的 那那而那个boucony呢 特别一提啊 就是在客饭厅这个位呢 就走出来的 那而这个boucony呢 就cover了呢 两个房间的窗的 车村来说呢 如果我们看回呢 就大概呢 接近呢 7平方米 那英尺来说 就75.2平方英尺的 那看回这间 8楼的64号室啊 售面积呢 就837尺啊 那算是一间 大的两房单位 折杀后就买 548310英镑的 一乘首期呢 就接近55万港币呢 就可以入手这间呢 两房两次 中高层的两房单位 那而看回呢 它的view来说呢 就刚才提过啊 楼盘位置大概这一边的 那向北呢 就是向于上面 球场这一边 那而因为呢 上面呢 也是一间 球场和学校 那所以就 就远望出去呢 首先呢 前面这个景观呢 估计都应该是接近永久的了 那而因为这个区来说呢 大部分都是一些townhouse 矮楼呢 你买到8楼来说呢 基本上呢 你在西南伦敦这个位置呢 接近是一望无际的 那如果看回呢 发展商提供的资料 那看出去外面呢 的view呢 就是现在我们画面所见 大概这个view的 相当之开洋 那所以如果大家呢 想找一些呢 就是极度开洋的景呢 那尤其是这间画面呢 充满绿色的景呢 西南伦敦这个 就是我们叫做 就是所谓传统呢 靓效网地短呢 治安叫做 所属最好的地段 那也都不妨可以想想这间 八楼的六十四号室 交楼年期来说呢 就围到大概 2025的第四季 去到2026的第一季 而我们刚才所说的 那间八楼的六十四号室呢 大概那个座向在哪呢 我们看一看 那因为这栋booker apartment 最高是十二楼 那我们数回吧 十二楼 十一楼 十楼 九 八大概是这一间 八楼的六十四号室 而这个八楼的六十四号室的露台 特别一提 和其他两边呢 有一个小小分别的 向超市那边呢 或者是呢 我们刚才所说的 另外那边的大单边呢 show out 了这一行的大单边 这个露台呢 就是夹杂在两边的一个住宅中间的 有业主喜欢 亦都有业主是不喜欢的 喜欢的业主呢 曾经说是这样说 就算我没有着衣服走出去 其实左右两边都看不到的 那这边来说呢 就两边呢 就有一些住宅呢 就遮掩了的 那基本上你的view呢 就直望了 刚才我们所说的 学校那边的方向的 那不喜欢的业主呢 就是因为觉得呢 左右两边呢 反而就挡住了我的view 那变相呢 我就不敢开扬 那这个呢 就可能就看回各厦呢 本身呢 你选楼呢 甚至乎你个人的喜好 喜不喜欢类似这一只的露台 那那最后呢 有两点呢 补充给大家 那第一呢 就是地下这个车位呢 就现时来说 是否更有免费呢 那直至到我们拍片这一刻 那这个楼盘呢 就地下的车位呢 现时是更有免费的 那第二呢 就曾经也都有业主问我们 就如果开车进去呢 那个不是他自己本身呢 是他一些亲戚呢 駕车来探他呢 是可不可以拍进去呢 那那因为呢 就作为业主的你呢 你会有一张拍卡的 那到其时呢 就是你亲戚或者朋友呢 駕车过来探你呢 那想拍你的车位呢 那而车库这边呢 也都可以呢 是给你的亲戚朋友呢 是駕车入来拍回呢 你已经购买了这个 这个所谓车位权的位置的 那那也都有朋友问啊 那车位位置呢 是不是可以直上这个大楼呢 不用另外再走楼梯上去 或者是在户外这样走上去呢 在这个停车场位置呢 你是可以呢 直接上回你自己的住宅楼层的 那那最后呢 有朋友呢 就看得很仔细啊 曾经问我们呢 类似这些窗呢 那究竟呢 是不是可以开到呢 那基本上呢 我们floor plan呢 曾经show出来的 不论房间啦 客厅饭厅的窗呢 全部都是可以开到的 那因为呢 伦敦楼盘呢 就有别于我们可能 过去说的其他一些 一些不同城市的project 那基本上 尤其是这个地段 相对呢 就环境比较清幽比较静啦 那所以就 如果大家是想找一些 比较静的楼盘呢 那不想人烟太囚密了 那不妨可以想想想 这个sterning place 过去这半个月一个月呢 热买情况是相当厉害的 最后补充一点点 我们呢 这个楼盘呢 就第一条拍的video呢 其实里面的价钱呢 已经是无效的了 因为当时呢 我们就以这个楼盘 第一手价单的折扣价计算 那至于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 现时还有些什么单位证呢 折扣后呢 或者新价钱之后呢 大概在买多少钱呢 那如果对于一些 精打细算的买家呢 想了解最大的优惠呢 最好的折扣呢 那我不妨建议大家呢 也都可以WhatsApp 我们了解更多的 那今天这条片呢 update大致上差不多 那我也都建议大家呢 如果是在看西南伦敦的一些新盘呢 而从来是没看过呢 这个松科地段的Sterning Place 就算呢 没有兴趣入手呢 我建议大家呢 都不妨了解一下 看看呢 为什么那么多港人呢 是喜欢这个新盘呢 今天这条片呢 分享大致上差不多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